屏東東港英王平安季即將迎來最後倒數 今天中午由人力牽傳的方式 王船陸上行舟 繞行全鎮收煞 這是東港每三年一次的重要祭典 雖然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縮小規模 但仍然不少民眾一早卡位觀賞拍照 明天清晨四點將進入祭典的最高潮 靠著人力牽傳方式雄偉壯觀的王船 緩緩使出東龍宮牌樓 民眾爭先搶看 廟門口擠得水洩不通 王船行進路線不少人更早早卡位 要拍照留下珍貴畫面 三年一科的屏東英王平安季 不僅是當地重要祭典 更是國家重要無形文化資產 往往吸引國內外民眾熱烈參與 三十號中午過後 王船陸上行舟 繞進全東港鎮收煞驅溫 當地民眾也遵循民俗祭改 今年因疫情關係規模縮減 僅限當地鎮頭參與也少了外國遊客 還是吸引上萬民眾參與 農曆區的補渡廠 萬年祭 三十國慶 還有那個鋼山羅康會 到現在還是比較趨返了 都降級的就比較趨返就可以做了 據廟方指出 東龍宮王船是泉州市仿古觀船 採船筒筒木造漁船方式 歷經半年的船體建造和彩繪 造價一千萬 有九十多名東港小琉球兩地師傅 合力建造 三十一號清晨四點 將進行燒王船的送王儀式 象徵戴天尋獸王爺將紋煞帶走 為整個淫王祭典畫下句點 記者李萱莫昭泉 屏東報導